秋冬的色彩在一次在长茸面料和戏剧的面料上 着重加入了浪漫基调 成为突出男性化的新手法 偏蓝色的云山绿 给棉顿之类的面料淡去清新感 即使是羊毛法兰绒的Obsize答意也不例外 肉子绿为毛茸茸的马海毛毛衣和秋天的基本款注入了新的生机 是下一季最为重要的色调之一 新灰褐色是带有一点粉偏冷色调的卡吉色 为基础扩型和经典夹克以及外套带去更多的选择性 以灰色为基调的绿色将会席卷男装市场 它与灰色和海军兰完美互补 是展现阳刚之气的一种新的尝试 红褐色在如今的男装市场依旧占据主导地位 以橘色为基调的绣铜色和姜黄色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新中性的影响 略带风化的橙色和铜色成为新中性的必备色 特别是羊毛外套和西装 皮红色调的咖啡色依旧流行 适合从头到脚的造型或皮革以及密实的针织 绿钉橡胶材质